视频中这个美女 优雅的气质已经迷倒万人 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酒神 一双穷摇般迷离的眼神 是见证她谦卑不醉的最好证明 网友都说就连喝酒 都带着一种高贵的豪横气质 她叫伊林 来自吉林长春 她可以称得上是东北酒量的女中豪杰 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 她都可以轻松驾驭 就算酒桌上全都是男人 也不会有一点认输的意思 每次一道有酒的场合 开场她就是那个最惊艳的主角 毛泥大泥一泊 上来就狂倒两瓶酒 面不感色心不跳 直接给他们来个下马威 不过每次一有这种活动 她都得是最晚到的那一个 不要问问就是晚到的人自发三杯 说白了还是为了能多喝酒 要是碰上谁不服输 那就直接喝到你怀疑人生 头发一聊谁都不爱 酒杯一碰桌筐筐网里炫 最好的就是这喝完酒 再配上点饮料 这感觉简直赛过活神仙 感情潜舔一舔的人 根本就做不了她的朋友 因为感情深残就一口闷 这才是她的交友标准 不要问她会不会喝酒 也不要担心她喝酒醉了怎么办 因为问这些话的人 根本就是在自取其辱 作为天生为酒而生的美女 她是不可能会喝醉的 这刚喝尽兴就想倒在椅子上 那一脸不屑的表情 直接一把给拽起来 撩起衣服站在凳子上 这豪横的样子恐怕没有人会不服 就算是同桌的人全都被喝趴下 她都能一个人给拖回家 这一点看看她的公二投机就知道 跟她在一个桌上吃饭 要是没见过这么喝酒的 看到她直接一杯喝完 那眼神简直不要太惊讶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了太多酒 她每天的精神状态 给人一种微醺的眼神 就好像似罪非罪 还能再喝上千杯酒 都说男人三分罪 唱歌唱到你流泪 那是他们自找活该耍酒疯 但是一邻喝到其分罪 却给人一种经历过好多事情的样子 从来不会耍酒疯 是对自己酒量的自信 不管是上等好酒 白酒红酒还是鸡尾酒 还是散称筒装酒 38度42度都是她的酒 就是有时候爱情来了 她却因为太爱喝酒就错过 因为别人想和她在一起添场 她却直接让人家递酒 毕竟喝酒才是正事 其他的通通放一边 可能是酒精麻痹了神经 每次喝酒玩游戏 她都第一个上阵 却输得让人看不下去 打得双手通红还不肯放弃 只不过了解她心思的人都知道 这只是一种奖励 毕竟输的人能喝上酒 这才是她真正的目的 不少人都是看她喝酒她还没醉 自己就有点迷糊 小卓一情大意伤身 还是要控制酒量才好 对于这样一位喜欢喝酒的美女 你敢和她比酒量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点赞加关注 下期视频更精彩